其實在停診區等紅燈 卻有一名藍色外套男子站在路中間 不只不離開還不斷叫囂 強調自己就是故意的 讓後座的女乘客越來越生氣 一旁的朋友趕緊出面致止 場面變得更火爆 女乘客直接和她起了正面衝突 還原當時情況 當事人23號晚上和朋友分別騎兩輛機車 要一起去林口看夜景 卻在行經文化三路及中山路口時 碰上張姓男子 指控第一次先騎單車一面轉過來 第二次發現沒撞到改用簽的 整整擋在路口五分鐘 還叫囂直到警方到場才離開 不過讓投訴人不能理解的是 就說會有喝酒啊 但我沒有喝醉啊 他一定有喝酒 但是就是我們那時候去警察局的時候 而他沒有就是幫他坐酒廁什麼的 就是直接放他走 騎腳踏車酒駕 如果酒廁值超過0.15 最高將被開罰2400元 而男子鬧事卻沒有酒廁 原警認定車輛無回損 就讓他離開 警方也做出回應 其中一方稱之人堅稱有發生碰撞 原警當下依規定受理 為過程中輸位實施酒廁 這回發生糾紛又涉嫌撞人 當下沒有酒廁就讓他離開 警方慘成就說是後續會再加強教育訓練 不過這一鬧讓同富人看夜景的興趣都沒了 TVB的新聞吳之神李傑蘇佩宇 新北市採訪報導 蒜池 浩 rear 芬蘇 霖 霖 酸 非常 感谢观看